俄罗斯在3月3日已经宣布 禁止向美国出口RD-180火箭发动机 RD-180是一款没有一辆火箭发动机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阿特拉斯5号运载火箭 就有使用RD-180火箭发动机作为第一级火箭的新级 因此俄罗斯禁止RD-180火箭发动机出口 等于是断送了美国阿特拉斯运载火箭的前程 2020-3064全球防务观察哈利 在俄罗斯停止出口RD-180火箭发动机之后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短期内是无法找到替换型号的 火箭发动机不是其余的普通装备 这是运载火箭的核心部件 俄罗斯反制裁可以刀刀剑行 俄罗斯发起反制裁 是因为美国对于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的制裁 在俄罗斯发动对于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之后 美国立即对于俄罗斯进行了制裁 制裁范围非常的广泛 已经包括了俄罗斯航空和军工产业 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的态势 俄罗斯开始了反制 目前是通过禁止RD-180火箭发动机 来打击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运载火箭产业 实际上 俄罗斯有许多可以反制裁的项目 包括针对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大批建造的F-35闪电2战斗机 俄罗斯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 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虽然俄罗斯的钛矿石运藏量是世界第二 但是俄罗斯的钛合金产品的出口 却具备具足轻重的地位 美国每年都要从俄罗斯进口大批的钛合金产品 钛合金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 尤其是航空器的制造领域 目前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在进行JSF联合攻击机的大规模建造 在过去的2021年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交付了142架JSF联合攻击机 这是历年来的最高交付记录 JSF联合攻击机有三个不同的型号 包括F35A F35B和F35C 钛合金在JSF联合攻击机上的用途非常广泛 主要的成立部件大部分都是由钛合金建造而来 因此JSF联合攻击机对于钛合金的需求是相当大的 如果俄罗斯对于钛合金出口进行限制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JSF联合攻击机的建造就会遭遇冲击 美国在对于俄罗斯进行制裁的时候 不会对于俄罗斯钛合金相关企业进行制裁 美国非常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 因为一不小心就是搞砸了自己的航空产业 因此都会将俄罗斯钛合金产业进行豁免 如今美国对于俄罗斯步步紧逼 俄罗斯完全会禁止钛合金的出口 从而严重冲击美国的航空工业 俄罗斯不仅仅向美国出口钛合金 同时也向欧洲出口钛合金产品 俄罗斯是世界航空产业链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如果俄罗斯进行钛合金出口的限制 欧美航空工业都会遭遇冲击 制裁就是一把双刃剑 美国挥动制裁武器的时候 不可避免要伤害到自己 俄罗斯禁止出口RD-180火箭发动机 仅仅是个开始 如果禁止钛合金出口 F-35战斗机就会被卡脖子 对于美国的冲击将是巨大的